記者會總結運動員的成績 對於有榮手涉及服用興奔劑 中方強調會繼續對禁業問題靈魂忍 里約奧運即將落幕 中國代表團舉行記者會 總結今屆成績 四朝元老吳敏俠 同中國百米短靠記錄保持者蘇炳貼 亦有出席 團長劉鵬表示 今屆代表團總體上 基本完成了參賽任務 有支運動員年齡 平均只有24歲 在近三屆賽事中最年輕的一屆 在中國體育代表團 已經獲得精采的選手中 有13人是首次參加奧運會的年輕選手 他們充分發揮了自己最佳的競技能力與水平 劉鵬在會上亦談及 有中國運動員在比賽中 涉及服用興奔劑 遭到禁賽 他強調中方會繼續加強打擊禁業問題 我們將繼續堅持 興奮劑工作的三言方針 和對興奮劑問題 您容忍的堅定態度 不斷完善反興奮劑工作的教育監督檢查和處罰的工作制度 中國由榮船首陳欣怡在若檢吳過關 被驗出對利尿激情陽性反應 當國裁定取消她奧運資格 以及指奪她在女子一百米跌穩的名次 中國代表團表示尊重裁決 又對事件深感內疚和不安 將會展開進一步調查 澳廣市記者卓誠堅報導 左邊 右邊 谢谢大家